52栏杆玻璃应符合如下规定不承受水平 贺载的栏杆玻璃应使用厚度不小于5毫米的 钢化玻璃或厚度不小于6.38毫米的加层玻璃 承受水平贺载的栏杆玻璃应使用厚度不小于12毫米的钢化玻璃或钢化夹胶玻璃 当玻璃位于建筑高度5米及以上时 应使用钢化夹胶玻璃 53与水平夹胶小于75度的屋顶玻璃 当玻璃最高点离地面大于5米时 必须使用夹层玻璃 54用于屋顶玻璃的半钢化夹层玻璃和根化玻璃 其夹层胶片厚度不应小于0.76毫米厚 55铝合金门窗形材表面处理符合 阳积氧化 爪色磨层厚度达到A15级 电用喷漆层厚度达到B级 粉末喷涂磨层厚度达到40微米到120微米 浮碳喷涂涂磨层厚度大于等于30微米 56花钢石板材的弯曲度 应经法定检测机构检测确定 齐湾区强度不应小于8.0兆帕 57钢结构木墙高度超过40米时 刚构建已采用高耐厚结构钢 并应在齐表面涂砂防腐涂料 58铝素复合板的上下两层 厚度均因为0.5毫米厚 59北京基本风压是0.45knm2 深圳基本风压是0.75knm2 上海基本风压是0.05nnm2 60单层铝板 蜂窝铝板 铝素复合板和不锈钢板在制作构建时 应四周折边 金属板面较大时应在板背面按需要设置加强类 61金属板材应援周边用 螺栓固定于衡量或立珠上 螺栓直径不应小于4毫米 62刚销式石材木墙有印入石 木墙高度不宜大于20米 石材面积不宜大于1.0米2 刚销和连接板应采用不锈钢材料 连接板绝面尺寸不宜小于40米MX40mm 63通槽支撑石板的挂钩 其设计时 铝合金挂钩的厚度不应小于4.0毫米 不锈钢挂钩的厚度不应小于3.0毫米